以法式料理來講 這鴨肝給的誠意十足 玉琉 這個美味會讓你想要記住 這個瞬間的感動 鴨肝在你嘴巴爆開來 我跟你講這真的是 真的鴨腳的靠北 小姑娘講話啊 總朋友一碗飯啦 你知道什麼是紅豬魚嗎 欸不知道 紅肝 好 紅肝 就是紅肝 你怎麼聽起來好像在罵我 超派人生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主持人超哥 大家如果有看過中山對著 有看過鳥折的話 就會知道老闆蕭寶冠 還有一間法式餐廳 在台北士林區 那這間法式餐廳呢 非常有名 定位非常難訂 因為它一個餐期 只接待一組客人 我想這間Podium 在網路上的討論聲量非常高 因為主廚在歐洲 英國跟法國 在米其林的星級餐廳 總共待了五年 那回到台灣來 然後經營這一間私廚 我覺得它應該有 它想要續說的故事 跟它在國外學到的技巧 結合台灣最好的食材 這樣的法餐 非常值得我們來嘗試一下 主廚喔 確實很年輕喔 對 聽說主廚才31歲而已 年輕的主廚又高又帥 我喜歡的觀眾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這位年輕的主廚 要給我們帶來 什麼樣不同的饗宴 超棒 - 超棒 全都要給你 - 超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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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所以你從小就對餐飲非常有興趣 其實是愛吃啊 你是愛吃 愛吃 愛吃身材可以維持這麼好 沒有啦 有變化 一比一 那你怎麼會走上出國 到米其林餐廳工作這一條路 因為那個米其林餐廳應該不是 誰想進去都可以進去的嘛 我知道西餐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是長這個樣子 有時候你想飛的時候 你就是會想要去衝嘛 所以那時候就不顧一切 就跟我媽說我要出去 年輕不要留本啊 有夢想就應該趁年輕去追啊 PODEM 聽說它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是不是 就是舞台的意思啊 像載車手 頒獎台噴香檳 那個頒獎台就叫PODEM 我們希望是讓台灣食材 站上這個頒獎台 而不是我們廚師本人 主要我們這邊餐廳 推廣本土食材為主 上山下海找一些高品質 但是可能對台灣市場來說 接受度不那麼高 但是它品質很好很甜的食材 有點像是探索那些被低估的台灣食材 所以你想要用最好當季的食材 而不是被菜單所制約 可惜跟你說我們做的菜很法式 但是其實我自己也會認為 我是台灣人 我做的是屬於台灣的一個菜單 你可能在這個套餐裡面看到 有法式的名字 但是你們要記住的就是 這是屬於一個台灣的菜單 他把他在這些米其林星級餐廳 所學到的東西 用台灣在地的好食材 去呈現出他想呈現的東西 好 謝謝 非常謝謝你 謝謝 你看吃法餐結果跟漢字 這個應該是要跟自己的安娜達 這證明我們兩個的緣分不淺 聽說今天你的另外一半沒來 因為他明天有任務 我有跟蘇菲講 要吃很高貴的法餐 他很心動 但是他今天真的比較忙 所以就由你客創我今天的安娜達 蠻特別的齁 沒有想到在士林中正路上 這麼車水馬龍的地方 士林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士林夜市 士林大江湯 我剛剛看到旁邊那個小門的時候 想說奇怪 是在這個披薩店的後面嗎 就一打開一直往上走 然後環境還不錯 今天跟您介紹我們今天的淺菜 第一道選用日本的干貝 搭配白玉土瓜 上面看到的白色顆粒是 索手丹的奶油乳酪 我們用義菜飯這邊做結束冰鎮 帶一點冰涼酥脆的口感 待會用木湯匙直接往下挖就可以了 那九三湯這個是送給您的餐點 我們選用日本的鹽蠔 再帶一點酸甜感 剩成新鮮的芒果及白香果 蘭芋花切成薄片下去做冰鎮 所以其實他在走流水的時候 他就是把那個苦味都已經先走掉了 那他流到的是一個脆感 對 然後搭配那種干貝的甜啊 還有迷迭香跟那個乳酪的味道 我覺得他搭配還不錯 因為他吃起來是一道非常清爽的開胃菜 對 他只剩下那個蔬菜極脆的口感 因為他冰鎮我覺得做得很好 他會殘留在嘴巴有點那種 迷迭香的味道 對 然後吃起來會讓你覺得 欸口香裡面是很清爽的 對 干貝也很甜 這個大小我是覺得剛剛好 因為他是嘴唇剛剛好看的 你的嘴型切的 他說用日本的鹽蠔 加上了毛骨 然後還有一些特別的醬汁 是有一個酸 甜 鮮 鹹 的味道 不得不說他這個看起來都很小巧 很精緻耶 很特別他用的是這一個杯掌 所以其實 當茶喝滑進去 滑進去 原本是沒有這道菜 看到你沒帶出杯 特別幫我們準備的生蠔 等一下讓我們去第二攀 我們選用新鮮的紅絲魚 今天新鮮先釣在宜蘭桂山島 但會比較清爽的薑汁醬油 常常還有我們的酪梨醬 手工做的全麥狗哈薩 用義大利零零麥粉 這邊很建議可以搭配著我們的紅絲魚一起用 你知道什麼是紅絲魚嗎 欸不知道 紅甘 好 紅甘 就是紅甘 你怎麼聽起來好像在罵我們 這個 特別是說看起來就蠻好吃的 我第一次吃鮮魚麵 然後搭著那個麵包一起吃 這個魚 回來處理完之後 見過熟成 加上它有南投廚山的那個老醬 去做的那個醬汁醬油 它沒有搶它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那個酪梨 讓它的尾韻增加了 然後讓它口感變得豐富了 然後搭配這個麵包 對 我覺得是一個蠻新的一個體驗 它整個層次搭配的是非常好 而且 就像你講是不搶的 搭配的很好 這一道的透抽呢 是早上我們今天 宜蘭貴山島新鮮的透抽 頭部的話我們使用天婦羅的形式 帶一點酥脆的口感 身體用蒸烤 那中間內餡的話 有一點花糖的茄子 增加不同層次的口感 比較特別的是醬料的部分 我們自己體驗的話 花椒有香麻的味道 納度不會太高 主要是想要搭配我們透抽的鮮甜 這透抽的桶炸得很棒 你看它裡面 蒸烤 中間還塞著茄子 這都是我喜歡的料理 因為我媽是客家人 所以她特別愛吃 請問你那麼喜歡我 哈哈哈 那我們兩個都是壞掉的客家人 客家人是你勤儉持家文明的 學家人家 持家 欸 我從尾部開始吃 這一個小卷的部分啊 他在做料理啊 他就用蒸烤箱去做 在處理這些食材的時候 必須一定是頭尾分開來去做處理 處虛的關係 所以他用天婦很大的方式 讓他口感變得很豐富 會變得很棒 所以搭配起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 欸 原來這樣子的搭配 是這麼的完美 TaoQ的頭 炸到剛剛好 吃起來非常的香 而且不會過癮 恰到好處的柔軟 然後中間咬下去的時候 你還會感覺到那個TaoQ 很鮮活在你的嘴巴裡面 他所有的食材 處理的熟度 我認為都很完美 這個主廚真的厲害 第一道呢 是我們的鴨乾吹法 經典是用牌跟9號冠軍米跟李麥 那中間的話有一點加成 我們的貴丁雞香酥 上層是法國的鴨乾油脂很豐富 大家會建議跟著飯一起吃 以法式料理來講 這個鴨乾給的誠意十足 大 謝謝 16 那我剛剛其實上來的時候我好奇 為什麼鴨乾賣一塊然後 飯稍微多了一點點 是因為它在鴨乾在處理的時候 它又做的特別的濃郁 所以你必須要多一點點飯來去做襯托 可是如果你單純的只有飯又不夠 所以加了紅藜麥 加了 雞松 加了 海苔 再加一點點的蝦衣蔥 讓它的層次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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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堆起來 所以你吃起來那個變化 然後那種爽感 你知道你沒有聽錯 吃米飯吃到爽感 就這道菜 我沒有對鰻魚飯有什麼不敬 鰻魚飯如果是一個極致的美味 那我可以告訴你 這道菜你絕對要來吃一下 這個美味會讓你想要記住這個瞬間的感動 你非常非常的好吃 到現在殘留在嘴巴裡面那個味道 鴨乾切下去 就著米飯吃一口 它裡面有一個黃黃的東西 雞燒 畫了有點筋 可是所有的東西堆疊起來 再加上那個 鴨乾在你嘴巴爆開 我跟你講這真的是好吃到會讓你流淚 小谷 講話啊 這很遠越來越放得好吃 到尾椎骨 都是這麼的好吃 很好吃 非常好吃 越咬越香對不對 對啊 我就喜歡你講的這句話 他就這樣 HOLD 夾到靠杯 真的HOLD 夾到靠杯 我這樣可以換錢吃的啊 那這個最後禮物呢 我們是戴基督 國家房子 民地的房子 吃八小時 可以讓大家可以感激地吃一下 他已經在我心目中 已經往前面穿穿穿的 就是那種 是我心目中的前三名的餐廳 我同意你的說法 非常同意 就像你講這個 非常非常的純用心 很用心 48小時去冰冰 可是他喝起來是乾淨如雜質 可以給我一杯700泥嗎 那個 我也想 給我充滿一個 兩公升的寶特瓶 我回家慢慢喝 今天要您介紹我們今天熱湯的湯底料 底層的話 我們加了一點海菜醬 搭配了我們的醃汁蝦 桃湖絲瓜籍 南北白鮑魚 另外的話就是我們的新鮮墨魚 那蘑菇湯的話 我們是用蒸煮的方式 取蘑菇本身的汁液 它的湯體顏色跟香氣都會特別濃郁 你知道我們前面吃到好吃了 你後面對他的菜都會細心思煮 很多人應該有知道有一種湯叫做 法式的澄清湯 澄清湯他需要用很多的食材 他必須要加了很多的雞爪 還有椒齒 然後他必須要加了大量的蔬菜 還有他的甜度 整隻拳雞下去做熬煮 但是在這麼多這麼複雜的那個湯裡面 到最後變成一個清澈 像水一樣透徹的湯 靠的是蛋白 然後蛋白在最上面把所有的雜質都吸附起來 到最後只有精華的澄清湯 就像他們今天的這個湯 我覺得主廚連這個湯淋上去的熱度 他都算好 我注意到那個熱湯其實不是滾著 他這個熟度讓這些食材在湯裡面舒展開 就他可以包容所有一切的食材 他就是這麼的純粹 我其實講得很好耶 就是包容所有一切 對 因為他靠生食降溫 對 他都算好 介紹一下主菜 牛肉的部分我們搭配的是 手工的蜂蜜日曬醬油 韋韻味道一點蜂蜜的清香 一點一桌搭配的是辣椒紅鬚 來提升肉的鮮甜 配菜的部分主要都是在地的台灣食材 黃綠結瓜 還有我們的馬鈴薯千層 綠竹筍跟白花菜 你有吃過牛排會用辣椒醬嗎 這種辣椒醬它是用拔酵食的辣椒 它除了辣以外還有一點點鹹 搭配的台灣風土的風味 很多人是沒有辦法想像說 我們現在吃進嘴巴裡面 這個味道 倒不是什麼 簡簡單的那個調味 入口完全不是那回事 入口是非常非常的好 今天這個主廚讓我覺得很厲害 跟很感動的是 他對食物的通透程度 人家說有一句話叫做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適當的熟度 增一分 減一分 都太過或太傷了 我覺得主廚已經掌握到這個原理 而且他做的菜真的非常非常的出色 如果你給我一個畫面去形容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坐在稻田裡面 就是你每一道菜 就是很接地性 用法式的手法表現 可是我覺得這等於是把台灣 推向一個國際的舞台 我覺得你會為吃得懂這一頓的驕傲 因為代表你的味覺累積夠豐富 我認為你帶你外國朋友來 這一頓絕對稱得上台灣之光 我們不要過度地從洋媚外 我們台灣這些東西 一樣可以做出來 這很讓你感動的食物 謝謝兄弟 來 謝謝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跟漢字帶你看見 富樣的法餐 謝謝 超賣 謝謝